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巴恩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设计项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一起学习了标准色以及辅助色 一些详细的内容 然后也知道这个色调的一些意义所在 那么这点课呢 我们主要来学习一下色彩组合的一个专用表 也会学到两个知识点 首先呢我们打开illustrator 在这呢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色彩里边的这个权威老大 叫做这个攀通 就是每年我们的流行色的时候呢 都会出自这个攀通 那攀通是什么呢 攀通色卡 它是享誉世界的色彩权威 涵盖印刷纺织塑胶绘图 数码科技等领域的色彩沟通系统 也就是说攀通 它是世界认可的一种制造颜色的一个机构 那么攀通 它所带给我们的这些颜色呢 是被公认的 是流通的 是在世界上是进行流通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 它这个一些它的信息 然后我们有必要 既然你要做这个设计行业 跟这个色彩会打交道 那么你就多学一点 这个肯定是没有错误的 总部呢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卡尔市 卡尔市 达特市 是一家专门开发和研究 色彩而文明的全球的权威机构 也是色彩系统的供应商 供应许多行内 包括印刷及其他的相关颜色 这就是说了 它覆盖的一个范围 一些行业 对于这个攀通色卡的一些使用 这在讲这个攀通色卡 色卡是用来传递颜色信息的一种参照物 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这个雕刻的一个经历 雕刻上面有一种材料 叫做这个亚克力 亚克力呢 它有透明的 然后还有彩色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 一般卖出售这个亚克力的这个地方呢 它都会有一把的这种色卡 每一个颜色呢 它都会做成一个小牌的一种形状 然后这牌子上的有颜色 然后以及呢 有这个颜色的一个名称 那么简单来说 攀通色卡实际上就是 也是对着颜色进行一个编号 然后进行这个一个名称的编号 那么你只要告诉这个对方色号 客人就可以查到是什么颜色 色卡分很多种类 现在美国攀通公司生产的色卡呢 是运用最为广泛 也不是说只有它这一家 才能生产这个色卡 但是说它是最权威的 但是老师也查阅过资料 它应该是被另外一家的专门 也是做这个色彩的公司收购了 这个我们对它有一个了解就可以 攀通的色号 美国攀通色号是将颜色以数字的方式进行明确的描述 色号举例 攀通256C 那么这个还有说256U 还有这个后边它标注这个px tpx 或者说这个tc 那么老师在这也写它是什么意思呢 除了你前面这个色号的一个标注以后 方便它查阅 它后边这个英文缩写 它是代表着这个材质的意思 C呢就是光面 文章童版纸 U呢是雅面疏纸 tps呢 是工智类 tc呢 是棉布 版色卡等等 这也就是说它的色号是 它的色号的一个分类 其中的一个分类是根� 它所使用的一个材质 而决定的 这点同学们需要注意一下 将来可能有机会 接触到这种行业 然后我们也不至于说 茫然一点都不懂这些东西 多去了解一些 色卡用途 攀通色卡价值在于 传递色彩 举个例子 设计师给我们设计一款红色的沙发 究竟是什么样的红色 但是如果告诉你攀通色卡号 你就很快容易找到这种颜色 然后你可以把色卡告诉生产 沙发的公司 让他们在色卡上找到你需要的红色来生产 那么这样就很方便了 因为你的 两方呢 都会使用这个攀通色卡 那么当我们不知道 这种颜色 沙发的红色究竟是哪一种红 说不清楚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告诉它的色卡号 那么它就可以 参照你的色卡号 对这个沙发进行生产 这样呢 节省了设计的沟通的时间 另外呢也减少了这种差错的天色 这种 造成不必要的一个麻烦 所以它这个用途是非常广的 不仅仅说是你用于做沙发 其他的行业只要跟颜色打交道的行业 你都会用到 所以它的应用非常的一个广泛 也比较实用 然后选择和使用色卡 色卡有三大功能 对色选色和调色 如果我们需要和客户对色的话 我们需要了解对方的色号信息 然后根据色卡 找到对方使用的种类 第二个是选色 如果我们是老板或者市场观察员 需要的功能就是选色了 当然颜色越多越好 我们推荐使用 这是潘通的一个型号 尾号为TPS TPS我们刚刚有说是纺织类 纸板 第三个是调色 如果我们需要调色或选色都可以的色卡 那我们使用 潘通的这一个型号 它们都有详细准确的 由墨孔调配方 可以迅速的调出选择的一个颜色 我们会看到这个是TC 这就是潘通的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对它有一个大体上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要说一下 十二色相环也好 二色相环也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颜色 色彩的一个三达基本要素 色相 明度和饱和度 那么究竟 每一环 它们相差的这些距离 究竟对它们将来的配色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在这里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尖色 尖色就是任意两个原色相混合所得的一个新色 我们之前也说了原色 三原色 红黄蓝 那么在这呢 红色加黄色等于橙色 那么橙色就属于尖色 蓝色加黄色 等于绿色 那么绿色呢 也是属于一个尖色 就是任何两个原色进行混合所产生的颜色 都称之为这个尖色 他也在这个后面说了 等量相加产生的橙氯子为标准三个原色 混合的比例不同 尖色也随之产生变化 第二个是负色 任意两尖色混合得之色 称之为这个负色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三个原色 其中的两个原色呢 进行这个混合会产生尖色 那任意的两个尖色的混合呢 称之为这个负色 这个概念同学们能明白吗 应该是能听得很清楚 尖色 是由这个三颜色 其中的两个颜色而进行叠加 得出的 叫做尖色 那么负色呢 是由这个两个 尖色 任意的去叠加 得出了一个颜色 第三个是同种色 颜色产生不同明度变化 称同种色 如翠绿色加白或者加黑 出现深浅不同的绿色 这种深浅的不同的绿色呢 称之为同种色 我们也经常会看见 一排这样的 打开这个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选红色 一直在向这个左侧拖动呢 你会发现这个颜色 在变化 但是其中呢 你这个色相并没有变 我们学HSB的时候 老师又给大家讲过这个概念 我们再点一下 看一下 也知道 这个是它的一个名度 S呢代表名度 再反过来 我们看一下 拖到最上面的时候 你的饱和度没有变化 只是你的名度在变 有看见吗 同学们 色相没有变 饱和度也没有变 百分之百在这没有变 只是你的名度 在进行一个变化 那么处于这个阶段的 这些颜色呢 称之为这个同种色 那么再看第四个 同类色 两种以上的颜色 其主要的色素 倾向比较接近 如红色类的珠红 大红 玫瑰红 都主要含这个红色色素 称之为同类色 如其他黄类中的柠檬黄 中明黄 土黄 蓝色的 土蓝 孤蓝 胡蓝 群青等都属于同类的色系 就是说 你这个颜色里面 包含的 哪种颜色的成分越多 那么我也就是属于这个 同类色 都属于同类颜色 因为这个调整的时候 你像你像深红的这个颜色 它肯定要 掺杂一些其他的一些颜色 去掺杂一些其他颜色 但是你红色的成分呢 还是占主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它们就属于 同类色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类似色 类似色在色环上任意60度以内的颜色 各色之间 含有共同的色素 估称类似色 60度 会看到这个60度 类似色 类似色 则是色彩上较为相近的颜色 它们不会互相冲突 所以 在房间里把它们组合起来 可以营造出协调 平和的氛围 这些颜色 适用于餐厅 书房或卧室 为了色彩的平衡 请使用相同饱和度的不同颜色 就是说 饱和度我们也知道这个概念 这个是一个颜色的 明暗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你想做这个类似色的时候呢 它们是在60度之内 你选这两种颜色呢 它们看上去会很协调 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一个深红 一个浅 一个浅 浅黄 在这个饱和度呢 它是要需要保持一致的 饱和度呢 是需要保持一致的 这样是看上去才会更加协调 临近色 临近色呢 是在二色相环上任选一色 在这呢 有一个二色相环 此间 色相的距离为90度 为90度 这个样子 从这个黄色 一直向下到这个红色 或者彼此相隔五六五六个数位的两色 称之为临近色 从同类色 类似色临近色的含义来看 都含有共同的色素 采用此类色彩配合给人一种统一 嗯 协调的一种感觉 基本都是 隔五六个 那么他们这也是 嗯 即使你隔了五六个 但是呢 你的成分 它的成分里面呢 都会含有其他的一些颜色 但是我们肉眼识别的时候呢 就会很明显 在这个距离里呢 就称之为这个临近色 对比色 对比色 我们看这张图就可以看出 它的距离要比临近色还要大 拉开的这个角度还要大 对比色是120度到180度之间 在色环上任意一直净两端 对质色 含其临近色 称之为对比色 对比色 这两个颜色去做一个对比 对比色看上去就比较强烈了 相对这个临近色来讲 它就是比较强烈的一个对比 辅色我们不用说了 辅色我们都知道 这个180肯定是180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色环中任意两 色混合所得的金色 与另一元色为互互色 也称语色 如绿与红 绿和红 黄与紫 蓝与橙 结属于补色的关系 绿色补的是红色 红色补的是绿色 这个我们在这个Photoshop里 时候看这个平衡的时候 也会知道 这个就是色环中的其他这8种颜色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三元色 三元色之前呢 老师也有讲 但是今天呢 为了说配合你将来这个配色的使用呢 我们还是再深入的去学习一下它 关于三元色 现在有三种说法 都有出可证 这三种说法是 红绿蓝 品红 黄和青 红黄蓝 分别说明 余下 红绿蓝 是光的三元色 又称 加色法三元色 红绿蓝三色 光按一定比例加成为白色 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 我们这个显示器就是 你在这个RGB模式下呢 也是 它是针对于你这个显示的一个成像 所以你看电脑啊 看Pi的呀 这些都是有这个 红绿蓝 这三颜色组成的 那品红呢 黄和青 那个也不用说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做印刷的时候 常用的这四种颜色 包括还有这个K 是为黑色嘛 K是什么时候不用的 你这个黑不够足够黑的时候 我会引入这个K值 C呢 就是青 我们同学们千万不要把它记成蓝 是吧 你末时没有了 我要加青 但它绝对不等于蓝 红黄蓝是我们小时候学美术的时候经常说的 嗯 美术上的一个三元色 但是也提出疑意 嗯 并不是说这个就是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也是存在争议的这个问题 然后有就是说有的这个网上就会说 嗯 很多人愣把这个品红 黄青三色说成这个红黄蓝 我们我每天在打印机上用这个品红 黄和青色黑色大阴彩图嗯 墨盒去美用金的时候去购买的时候 很多这个售货小姐那他不是很专业 我们既然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嗯去纠正一下自己心理清楚就可以了 这是这三个远色的一个概念 具体他用在那他是怎样的一个说法 在这里呢 老家老师呢 推荐给大家嗯 一个APP 这个APP叫做这个 配色 配色网 然后同学们可以去下载一下这个东西 嗯 很方便 将来我们做这个 不管你是做网样的这个颜色搭配的时候呢 还是做这个 嗯 报纸或者是嗯 海报 或者是你设计这个 logo 设计这一套VI 时候参考一些颜色 他都会粉色有一个特别和谐的一个配色 或者说家居 或者说他带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情色彩 是绚丽啊 还是激烈啊等等 都可以在这里可以查得到 底下的这些小数值呢 你就是可以添加在这个位置 他就会产生这个颜色 非常的方便 红色红色 蓝色深入的去了解一下 那么这点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收听 我们下期会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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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